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将开启一个新的系列 叫做我与肖邦马祖卡 我将从老师这个身份呢稍微退一步 而更像是跟朋友聊天一样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与每一首肖邦马祖卡的故事 当然呢我也会尽量介绍一下 每一首马祖卡背后的音乐背景 和肖邦写他们的动机等等 那在我讲完这些故事之后呢 我会演奏一首马祖卡 我打算每周讲述并且演奏一首马祖卡 算是我留给自己的一个project 那目的呢就是把每一首马祖卡 留给我的那种珍贵热忱的印象 或者说是打动我的那种感觉 以故事的方式和大家分享 今天是第一期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在肖邦众多的曲目种类中 专门挑马祖卡这个种类 作为我这个系列的主题 我前一段时间呢 也在酝酿挑战肖邦的 邪恋曲和叙事曲 这两个曲是肖邦各写了四首 每一首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 以及演奏难点 我也是从初中开始听就爱上了 但是我为什么决定不做 我与肖邦众谐曲或者 我与肖邦叙事曲这个系列呢 是因为这些曲子的个性都非常的强 我觉得他们都是高于我生活 好几个维度的存在 所以我演奏他们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这个小我就消失在 这些曲子本身的精神中了 但是肖邦的马祖卡对于我来说而不然 每当我累了疲倦的时候呢 我就会连续播放所有肖邦的马祖卡 于是每一首马祖卡呢 都会给我带来心灵的慰藉 并且立即给我充电或者带来灵感 今天我要为你演奏的是 肖邦马祖卡作品第六号第一首 这算是肖邦正式出版的马祖卡的第一首 也算是马祖卡中比较慢的一首了 那我演奏这首曲子的感觉呢 就像是阅读一位失联多年的挚友 给我的来信 那读他的每个字呢 都仿佛听见了他那熟悉的声音 以一种一如既往的真诚在问我的近况 而我的回答呢 却是暗带住了心中的波澜 是欲言又止的浅浅几笔 那现在我献给大家 马祖卡Opus 6 No.1 希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我献给大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